在文创产业到北京带去了马英九的公仔 就大陆民众最喜欢评论时事 看到之后立刻讨论 说马英九的选情很危险 两岸领导人排排站 马英九和胡锦涛打电话 蒋介石和毛泽东喝啤酒 台湾文创业者的公仔娃娃 登陆北京文博会 吸引不少民众围观 不过 这谁啊 这个是我们的马英九 马英九 看像吗 对对像 想不起名了 台湾的总统竟然有大陆人叫不出名字 他们说这个公仔做得太胖了 所以认不出来 不过还是有人天天看台湾新闻 骂总统变得再胖也认得 说让他要选走你 对 你觉得他是胜算子 我觉得他有点危险 重处于分他的票 这位老兄显然对台湾的选情很了解 北京文博会的台湾馆 吸引不少对台湾有兴趣的大陆人众 一百多家台湾业者展出台湾的软实力 而台北故宫因为不能把文物拿到大陆展出 改采数位展示 好我们点一个好比一个车好 车车最早的战口时代一直演变下来 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就想去做一个教育的推广 让人家知道说整个的汉字的源流 毛宫顶上的甲骨文很少人看得懂 经过故洞式的数位翻译一目了然 吹一口气 枝头上的鸟儿就飞到另一幅画里 这个号称要和愤怒鸟PK的故宫吉祥鸟 首度在北京展示 未来故宫还计划在大陆各地 巡回展出台北故宫的数位科技 中间新闻胡企人戴律北京报道